哎呦 聊世紀 天鹽等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競技場低拖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 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他羅撤的造價 非常的便宜 而且他的第一個強化教堂 還會自帶一個免費的生物 那你第一根強化教堂就會自動射箭 非常的凶可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打法 他還是比較適合破冰的打法 還有這個戰鬥祭司 還有這個白血劍勇可以使用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單位 是他的UU 我們俗稱的寶兵 那寶兵呢就是這個複合弓箭手 那複合弓箭手這個單位呢 射程有點短 但是基本傷害也有點低 但他有這個無視傷害的效果 喔 不是無視傷害喔 是無視裝甲的效果 可惡可惡 那無視裝甲的效果呢 讓他打這個坦克型的單位啊 像是遊俠啊 或者是一些薩瓦爾騎兵啊 之類的喔 都會非常好用喔 還有這個戰毛兵啊 哥德衛隊之類的 遠防特別高的一些單位 會非常厲害喔 那這一把遇到是條盾喔 當然條盾的防護力是 提升近戰防護力喔 所以這個破甲效果 可能也算是OK喔 但是對遊俠之類的 會更有感一點喔 好 那亞美尼亞人除此之外喔 他還有一個比較有特色的一點喔 就是他的爆破船喔 點一下銀貫激素之後呢 範圍傷害喔 放回這個爆炸範圍 增加33%喔 這一點我是覺得亞美尼亞人 是比較厲害的喔 雖然他有這個奴炮戰劍的 兩發劍的傷害喔 但第二把劍喔 是沒有這個原本的傷害的 只有一滴血喔 所以他的雙奴炮戰劍效果 其實算普通喔 不會到非常強 最主要是他這個爆破船喔 範圍真的太廣 那這一把呢 應該是不會看得到 因為競技場來說是沒有海的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條盾人 那條盾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農鐵很便宜喔 再來就是他每三個時代呢 從城堡時代開始喔 步兵的鎧甲呢 都會 不是步兵鎧甲 是這個騎兵跟步兵喔 近戰防護力都會加1喔 到地獄時代是加2 那條盾人的一個打法喔 在競技場來說有蠻多種的喔 因為條盾人本身他的步兵 是可以鎖進劍塔裡面 去增加劍塔的傷害的喔 這個劍死的數量才對 所以條盾人呢 他有一種打法是 裝甲塔 然後打這個 鬼牆喔 這個石牆的部分 慢慢拆進去 然後後面補下呢 更多村民喔 在後面射 那條盾的裝載量也是兩倍喔 他的村民宿可以裝載到25個人 一般是15個人 但是劍塔是兩倍喔 所以他的劍塔呢 可以裝到10個人 那通常是拉8村去喔 因為8村是他的最高 箭矢上限數量喔 所以條盾人來說 他的打法在競技場來說 也是不弱的 但是需要大量的村民 跟歐英式的打法喔 才可以打出一番的壓制喔 但通常這種 八村去前面壓制的打法 很容易拖到自己的經濟喔 甚至你可能插到裡面的時候 對方都已經城堡時代了 人家出過騎士阿 或是衝車之類的喔 就輕鬆屌子眼了 或是直接正面 才而保防守 然後基本上 你的這個打法也廢了 所以這種開稿式的打法 是不太建議去使用的喔 雖然是有 那如果你是真的想要 穩定爬分 往這個職業的方向為目標的話 可能這個打法 在比較低分的時候可以用 可能會有效 但是到了比較頂尖的玩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基本上沒人再用這招了 這招就是被淘汰掉了 那其實世紀立國有很多戰術 都是這樣子喔 就是頂尖選手們 知道這個戰術 但卻不會用戰術 是非常多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三級是怎麼打 那目前看到的挑戰是17匹點鋒劍喔 哇這17隻村民就 欸 欸 哇 你該不會要 打我說這個打法吧 哇這看起來是喔 但他這邊拉的村民有點多喔 拉到石村喔 但石村剛好也可以全部放進去 但他也沒有 按裝甲步兵 是單純的石村 這就是我說的喔 這把分數稍微說一下好了 是1800分左右的玩家的打法 那這個區分段也是最多人開稿的分段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可能這個分段的玩家有一定的實力 知道戰術會比較更多一點 所以很喜歡用這些特殊戰術去爬分喔 那我看了他們下的RP就會發現 他們幾乎喔 每一把都打一些特殊戰術喔 但分數上去都不是非常穩定喔 可能還是跟基本關有關係 所以這個戰術開稿 是贏一時喔 一時爽 不能一時爽 OK 那看到這邊條盾人 直接拉了石村出門 17匹往外走 打得蠻快的 然後又拉了山村去敲這個牆壁 好 那這邊可以再拉八村進去射箭 好這邊看到是0加8喔 所以這個村民術呢 其實是只要 八村喔 就可以把這個箭矢傷害拉到最高 好啦 那這邊亞美尼亞人有點尷尬 想要補4級也補不下 補再來上方 那這邊有兩村直接被射掉 讓條盾這邊村民術稍微有點優勢 因為剛剛還沒有點織布喔 通常競技場喔 高手們喔 都會去打一些特殊的配置喔 例如什麼不點織布 然後到城堡時代之後才點之類的 這樣就可以省下50斤喔 讓你升城堡時代會再更快一點 那升城堡時代有什麼好處喔 最主要是可以開下城鎮中心 還有投石車騎士老頭 這類的單位可以用 或是插城堡 所以個人認為 這個早點上城堡還是比較安心一點的 那條盾這邊直接拉石村喔 基本上就是ALL IN喔 你看他這家裡喔 家裡一片狼藉阿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讓他 直接進攻進啦 也沒有去圍第二層的圍牆 或是直接在正面再圍一下 那稍微解釋下要怎麼圍喔 如果像他這種圍法 就可以這樣子圍 直接圍 直接圍 然後就可以圍這個位置阿 再稍微往後一點之類的 直接拉一條過來 就是不要讓他進來 那一旦讓他靠近城鎮中心附近之後 經濟就會受點損傷喔 那這個時候呢 就趕快去挖黃金阿 直接靠買賣一波上去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喔 好這裡有兩層 想要進來蓋箭塔 喔這根箭塔是連環塔喔 還在這個箭塔的射程範圍裡 那連環塔也是 條盾比較厲害的一個招式喔 好這裡目前看到 邀美尼亞人補下了一個料望塔 這個料望塔 應該是可以騎得起來 因為他這邊 蓋料望塔的面積 只有一半左右 這邊可以反制回去 但這邊 這兩片田喔 還是不能正常的農了 有點可惜喔 好這裡趕快收村 會死喔 對方箭矢數量很多 0加7 是不是又死一村 好像又死了一村喔 剛剛聽到一個慘叫 不知道死在哪裡 OK 條盾這一波的 條盾塔弓 非常兇猛 好 這邊可以去偷射一下 下方修理箭塔的村民喔 那以對射的情況下來說 亞美尼亞人是不可能射得贏的 這邊就直接點城堡吧 然後這邊再維持繼續往後側 反正你後面好一塊金嘛 結果靠這塊金活下去 也不是問題的 好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好那這裡可以考慮直接挖一根城堡出來 好這裡十強稍微打一下 OK圍一下圍一下 OK 那這一部影片喔 也是教大家怎麼去擋這個條盾的塔弓 那當然一般塔弓 你可以參考這個影片喔 這個影片應該是可以 讓大家多多少少學到一些 應對方式喔 那我教的東西喔 都是比較算是基礎觀念的 那戰術部分我比較少教學 是個人認為 因為你選了戰術可能也不會 讓你的後面的發展會更好之類的 因為你有可能選了這個戰術之後 你就會固定觀念喔 喔 世紀帝國 就是要打戰術喔 才會強 但其實到了頂尖的比賽之中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高手們喔 會 會衝維斯高手 是因為他們每一場比賽喔 都打得很穩定喔 當然不可否認喔 有些戰術在一些情況下來說 是非常強悍的喔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穩定上分的話 基本功喔 還是要做好的 所以我還是比較提倡 基本功的打法 而不是戰術性的打法 好 那目前看到 雅美尼亞人這邊 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還有15分鐘就可以升上去 桃盾這邊呢 家裡則是一片狼藉 這個皇季也沒挖 城堡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這邊用肉馬又在擊殺到了一村 現在雅美尼亞人 已經死了四村喔 四村烈士 村民差距已經來到了十村 那為什麼差距十村 可能是因為剛剛有斷村之外 還有自己的這個 剩時代的時間喔 稍微花了一些 所以喔 這個時代上來說 是會稍微慢了一點 只是時代上 村民上的數量來說是 差了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 條盾 是繼續塔弓 然後八隻村民繼續往前 那有兩隻村民呢 兩村回家了嗎 在後面喔 想說這兩村怎麼見了 OK 但我覺得雅美尼亞人這樣打不太好喔 他這邊直接插一根寶會更實際喔 不過太需要這樣子喔 一直跟他插劍塔 這根塔甚至省下來也OK的喔 或者是直接挖黃金 把剛剛多一隻黃金拿去買石頭 補一根寶在這個位置喔 然後繼續開農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伐木是蠻舒服的 事後就去挖 後面這一隻 肉麻還有4滴血 過來看一下 條盾這時候已經想說奇怪了 我都已經身插到這麼裡面了 你怎麼還不投降 然後看到強化教堂 這邊是打算要出這個戰鬥祭司 而不是出一般的僧侶 那條盾這邊可能會認為喔 對方可能輸一般的老頭 好 直接扁一下 把這個肉麻給收掉了 那戰鬥祭司這個單位呢 攻擊率是11加0喔 傷害跟一般騎士 還要再多了一攻 OK 城堡補在這個位置 想要全面拆除這邊的建築物 好 那這根 這根寶如果被建起來的話 條盾可能會有點虧喔 他這邊可能會趕快來這邊收村 好 這裡 兩邊收村 趕快阻止這根寶的建立起來 就沒問題了 那這裡也可以收村喔 到左邊這邊繼續去補喔 這個 蓋城堡的村民 好 洛瑪要打一下 但後面有收村 所以箭矢傷害很高 洛瑪也不能繼續打村民 好 這邊亞美尼亞人控 村民控的還蠻不錯的喔 這根寶看起來要被建起來 調整決定要放棄了 要直接出門回家嗎 還是要到上方直接開個城鎮中心 開農 但他現在還沒有升到城堡時代 好像也不能開農 在這邊挖個金礦喔 就差不多了 好 那現在亞美尼亞人有城堡喔 這邊聰明可以放出來喔 趕快繼續撒農田喔 去挖後面金礦也可以的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補下了 新的移動城鎮中心喔 那這個城鎮中心 補在這位置還不錯 雖然沒有補在裡面感覺有點大膽 但目前可以考慮到 條盾這邊塔攻失敗了 沒有辦法繼續延續下去 再跟城堡出來之後 他就被斷尾 那這邊也沒有轉出復活攻堅手 這個手當然是不能出的 這邊出的話一定會斷木阿 斷金之類的 這邊是要爆出更多的村民喔 更有意義一點 好 這邊3TC開農 但是條盾這邊村民領先非常多 31村對上49村喔 村民差距約為16村左右 好 村民拿回家開始開農 那條盾這邊剛剛好像也有點問題喔 就是他農田並不是灑得這麼快喔 所以這個時間照理來說 應該是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喔 已經點下了 但他這邊是不是有點捨不得賣石頭呢 我剛剛講完就賣掉了 如果你是要這樣打的話 那回去的話你就要賣石頭喔 這個就是比較常見的 戰鬥祭司怎麼被就這樣收掉了呢 順帶一提喔 戰鬥祭司這個單位 會吃到弱馬的 對聖女的額外傷害加成 所以要撿生物的話 還是會蠻害怕對方的弱馬 好 條盾這邊穩穩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轉出了一些 複合弓箭手 要去收拾萬運的弱馬 好 再按了一隻戰鬥祭司 好 射一下 拉弓 再點一下 點掉了一隻 好 條盾看到 對手轉出複合弓箭手 點下了馬凱 但點這個馬凱 意義並不是非常大 好 這邊稍微拉扯一下 好 進到神聖中心裡 守住 放進去再放出來 敲完教堂就去補 好 這邊按了一台衝車 來拆除一下外城的這些建築物 好 這邊強化 這個戰鬥祭司 沒有再去去撿聖物了 看來他是留了幾個聖物 給條盾撿 好 村民術來說 目前亞美尼亞人 已經追上了條盾人了 好多人這邊經濟 目前是跟亞美尼亞人一樣 但經濟損傷來說 應該是亞美尼亞人 更虧一點經濟了 好 這邊看他經濟來說 是虧了一些 沒錯 虧了600左右的資源 好 這邊再往前 繼續往前頂 猴士車在後方 砸一下村民 漂亮啦 先打村民就對了 這條隊人也知道 先打什麼比較重要 但復活攻擊手有點危險 想要預判位置 但可能要被射掉了 三隻戰鬥機師 直接收掉之後 開始用攻擊手 去反擊剩下的弱馬 這邊弱馬被復活攻擊手 傷害射得非常高 二級射已快要補下了 那後方又一台投手車已經按好 復活攻擊手要小心一點 這裡會中嗎 但這邊已經變閃陣了 應該是還好 好 射光 投手車出來 怎麼打呢 不敢出來嗎 不敢出來 不太好 他想要囤兩台 然後直接砸光 那待會投手車 一定要往這邊出來 或是上面這裡 好 這邊走過來了 然後可以從這邊出來 投這個位置 那往左邊出來就很危險喔 這邊衝車只要打一下 這個投石車就會被點掉 好 出來 下方位置 掌個一下 掌到了 復活攻擊手 但是瞬間 也是被收掉 第二台出來 再掌個一發 好 但是復活攻擊手數量還不錯 立即反擊了弱馬回去 這邊拉了一隻戰鬥技師 去追逐這一台青頭 好 扛住一發 38滴 好 這邊老頭過來 想要著想的意思嗎 好 這時候條多人點下了 贖罪思想 贖罪思想的效果呢 是可以著想敵方的老頭三位 那亞美尼亞人 似乎沒有想要繼續 打老頭 我記得戰鬥技師 他應該不用點贖罪思想 就可以著想 雖然他是老頭單位沒有錯 但應該是不用贖罪思想就可以著 還是其實是要的 這一點可能可以讓觀眾們 在下方留言 讓我留下 到底是不是要點贖罪思想 才可以著想戰鬥技師 這個可能要請其他人來補充一下 好 那目前看到 亞美尼亞人 臭秘書是83村 對上93村 條盾這邊是打出了4TC開農 農度來說非常的好 而且條盾農田很便宜 所以這邊盡可能的展開自己農田 是更有優勢一點的 好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農田 目前亞美尼亞人點下了帝王時代 時代上來說是領先了一些些 這邊插燒戰被弱馬騎士給抓掉 好 最後有攻擊手 打這邊馬還不錯 畢竟條盾沒有這個跑速 所以要快速貼進攻兵不太容易 拉打來說 亞美尼亞人是有優勢的 好 後面有非常多的老頭 開始著想 唉唷 這邊招還不錯 直接按了五隻 但是最終被招到了兩隻 趕快往後拉走 唉 有一隻攻擊手被招掉了 好 那在1分半的時候 條盾人也點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我們來看一下帝王時代 兩邊會怎麼打吧 好 亞美尼亞人 這邊補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血量 來到了95踢血 好 可能按到戰典 好 看一下他這邊的交戰 好 看一下他這邊的交戰 好 那發現對方可以招搶自己的戰鬥祭司 應該是要點贖罪思想才可以招搶 好 這邊看到被招搶之後 馬上往後拉 他可能在測試條盾的科技 他可能認為 欸 對方沒有點贖罪思想 我就要用大量的戰鬥祭司 往前A咯 這種感覺 但發現沒有辦法 對方有點這個 贖罪思想 好 這關寶插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算是蠻保守的 並不是插在這個位置 直接插在門面 才可以控這個金礦 暫時 亞美尼亞人的金礦 可以守住 好 上面出了巨頭 讓一隻騎士去解 在這邊解掉 然後這邊打的是 化學 手推車跟步兵 這邊可能是要強轉火炮出來 然後繼續打老頭戰 好 點下了騎士思想 印刷技術 還有這個神權政治 這些都是 對於老頭來說 是非常關鍵的科技 好 亞美尼亞人 這邊轉出了步兵的 一個軟甲 一級弓跟二級靈甲 一級弓跟二級靈甲 好 被射掉太頭子車 好 再被射掉一隻騎士 看起來 橋盾這邊 是有意想要打步兵耶 怪怪的喔 亞美尼亞人一隻 馬都沒有出 但橋盾卻在升級一兵了 難道他有未來是 亞美尼亞人的騎兵來說 他只有沒有這個 遊俠還有三級馬卡 不然其他部分 跟一般的文明是一樣的 那他也沒有大肉 所以亞美尼亞人 這個部分 他在防什麼呢 我有點看不太懂 他的槍兵打法 可能是想要無腦A嗎 出一堆垃圾兵A過去 就完事了 也是可以搞 這個想法應該是可以試試看的 後方這根堡 老頭往前 大家可能會被招光喔 看起來還行 亞美尼亞人這邊工兵 數量來到了15隻海德武三岸 而且點下了 劍兵勇士的升級 好這邊用巨頭 算命架了起來 開打老頭 他這個火炮是內鬼吧 怎麼不拆這個巨頭 好這邊使用大量的 騰甲 不是騰甲弓箭手 往前開始 欸這邊老頭 已經有點控不太過來 沒有人再繼續招響 而且被砍掉的數量越來越多 這邊兩千多金 難道要一次性的送掉了嗎 這邊還在努力招響 但是劍兵勇士已經砍到 好 還不是劍兵 還不是劍勇 哇 這兩千斤 直接被包掉 條頓這邊控兵 似乎出了一點問題 但是上方巨型投資機 還是順利收掉了 好看到亞美尼亞人 這邊轉出了劍勇 條隊人這邊打算 要來打槍兵防守回去 好 這裡更多的長劍兵 防守劍兵繼續往前 欸 騎士 坦不太住雙手劍兵的傷害 前線的大量軍事劍組 可能要放棄囉 這裡沒有一根城堡 是沒有辦法阻止 亞美尼亞人前進的 可能看要不要把城堡 補在這個位置喔 至少要讓城堡有這個防守範圍 好 火傷終於可以反擊雙手劍兵了 好 亞美尼亞人這時候補下了三級弓 OK 那目前看到對方轉出了火箱 亞美尼亞人也轉出了戰毛兵 嗯 亞美尼亞人呢跟喬治亞人喔 在最近的天梯勝率喔 是倒數第一跟第二名 最慘的那一種 這應該算是有史以來喔 新文明裡面喔 勝率最慘的一個 文明了吧 其他的DLC文明勝率都沒這麼低 亞美尼亞人跟喬治亞人的勝率喔 是來到了 DLC的一個新紀錄喔 勝率最低的文明 呃 喬治亞是最後一名喔 亞美尼亞人是倒數第一名 就是最近喔 我看了這個 戰機分析網上面寫 那我自己天梯上面看到的數據喔 也是差不多喔 喬治亞人勝率真的太慘了 基本上沒有一場是有贏的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話 也可以去看我DC過往的對話 我在我的DC裡面喔 有講到說 哇 亞美尼亞人 喬治亞人勝率也太慘了吧 怎麼找都找不到有贏的 那我自己就看了一下RP喔 分析了一些結果 有時發現這兩個文明的共同點 都是寶兵不是特別的給力 雖然喬治亞人寶兵很強 但是活不到後期喔 通常爆不出大量的寶兵 那亞美尼亞人的情況也是大同小異喔 但條的這邊感覺這把是有點送喔 把後面的兵有點送掉了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應該是可以反擊回去的喔 這一把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途徑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出步兵的話也是被火槍射 那出攻兵的話手太短 又射不到後方的火槍喔 火槍射程有7喔 亞美尼亞人也是7點 所以一定要跟對方對射喔 才可以射到對方喔 那還行 攻兵單位基本上是比火槍射速還要快的 不過給亞美尼亞人拇指環的話 我覺得可以改善這個文明的弱勢喔 那好像給我指環太強 不然再給他多一個新科技 多個異攻之類的 或是提升一下基本攻速 好像也可以喔 不然再給他多一點射程 給他多一點射程應該會更好用一點 不然手這麼短用起來就是 很尷尬 好 戰馬兵往前扛著非常多的火槍傷害 復活攻兵手在後面繼續輸出前方的騎士 好 前方的射箭場已經解掉了 好 火槍繼續壓制 但是條路只靠火槍是不行的喔 這邊我是覺得關鍵的東西還是火炮 火炮多轉一點喔 甚至轉出這個頭石車喔 都可以考慮喔 畢竟亞美尼亞人沒有火炮 轉個頭車出來加上鋼鐵甲 或是衝車喔 所以他的推進來說都有一定的幫助喔 好 甚至這邊直接轉出大量戰馬 但這邊轉大量戰馬 資源上可能是跟不太上 而且亞美尼亞人有三級射 射程來說也比你的戰馬手還要長 所以我覺得條盾這邊的關鍵喔 應該還是工程系單位喔 好 這邊我繼續壓制進去 亞美尼亞人後面進行投資機 拆除外圍的居士建築物 條路人這邊轉出了更多的重裝騎士 但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點遊俠 沒有遊俠的話血量就差了40滴血喔 差了非常多 所以這部分條路人可能會有點危險 而且城堡一直也沒有補下 很奇怪啊 城堡也可以考慮補這個位置 好 正面繼續硬上 但這邊就是一直在下水角 對方的復合攻堅守 傷害實在是挺優秀的 打騎士單位了 數量明明沒那麼多 但打騎士還是有足夠的傷害 好 這一波看起來要涼涼了 條盾打出了GG OK 條字亞人這邊 打的打法是一個O硬流 什麼都出 就是不出騎士 步兵啊 戰鬥技師 還有劍兵勇士 還有戰毛兵 巨頭 什麼都可以出啊 但是條盾這邊就很尷尬 明明自己是一個工程器文明 但卻沒有轉出大量的工程去 進行反制 他可能是想要存資源 直接上遊俠淹過去了 但遊俠這個單位遇到大量的 複合弓箭手加上槍兵 可能還是會被擋住 而且亞美尼亞人這邊幾兵 早就已經升好了 所以這邊轉出工程器 看起來是更好一點的選項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有亞美尼亞人 贏下了4000的資源勝利 其他東西都是輸了一些 這個看起來問題不是非常大 看一下軍事喔 軍事的部分是1.44的KB 這個KD非常好 前期亞美尼亞人被條盾的塔攻壓制 經濟非常慘 但是後來經濟也是追上來 甚至KD還是反超條盾 條盾前期的搞4戰術 沒有搞成功 直接把自己給搞下去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會讓它們看看 我們會有機會 按讚 記得按讚 nosso訂閱 等一下 按讚 vimos